現在晚上7點半,我們準時開始 大家好,我是張正,我是這邊書店的負責人 開東南亞書店,今天非常符合主題 我們要請一位泰國人,泰國同學,來談泰國文學 其實前兩天,全國文化會議,大家有知道這個事情嗎? 不知道,因為我們其實文化,大概沒有多重視 不過開完文化會議,文化部長就下台了 所以可能也不知道在開什麼 會議上其實我們本來有在提一個事情 嗯,就是我們做東南亞書店 或者我們之前做的四方報 其實都一直在推動台灣應該認識東南亞 那文學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塊 那我們希望讓台灣朋友知道東南亞 除了好玩、好吃之外 其實也有歷史文化、文學等等 那我們認為,當台灣人真的認識到東南亞的文化面之後 我們跟他們相處的方式也許會改變 就不會看到一個東南亞人 就覺得應該要開槍 一直打到死為止 也好像沒有什麼事 那如果你知道他是一個有文化有歷史的民族國家 你可能對待他的態度會稍微有點改變 那我們在做這種比較慢的動作 比較慢的,我們就沒有跟提娃他們上街抗議 他們直接去包圍警政署 所以才沒幾個人包圍 根本包圍不起來 那翻譯東南亞的文學 或是讓台灣人知道東南亞的文學小說 我覺得對東南亞人重要 其實對我們台灣人自己可能更重要 所以我們不要一直以為我們是多厲害 或者只知道西方、日本的文學很厲害 那東南亞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那很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這一場 謝謝紅樓 是吧,紅樓是你們兩位的 好幾位 謝謝紅樓策劃這一系列的 點讀東南亞 那我覺得從這一點一點開始做 我覺得會讓台灣變得更好 那 本來今天主獎 主獎者是不願意直播的 因為他本來要罵泰王 沒有 後來現在我們開始直播 是因為他可能會修正他的內容 還是因為我穿了一個泰王的衣服 好 那 陳孝珍 其實我本來來之前我也沒搞清楚 我以為他是台灣人 我想台灣人 知道泰國文學還蠻特別 不過剛剛聊了一下他是 他是泰國人 所以 不過他會用 他會用中文跟大家開始打招呼 之後就開始講泰文 哈哈哈哈 有啦 我知道他在教 教那個華語 在華語 念什麼華語教學研究所 好 那 歡迎各位 文青、文中、文老一起來 文藝 所有文藝的朋友一起來 聽聽 陳孝珍來介紹 卡蒂的幸福 和 我覺得可能會再多談一些 泰國其他的文學方面的事情 是嗎 對 不罵泰王 哈哈 好請大家拍拍手 歡迎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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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本土的泰國人 在泰國出生,長大 然後四年前才來台灣念大學的 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们是泰国的华人 然后我的家乡在泰国青莱 有人听过吗 青莱 在最北部 然后我的家就在最边 北边的最边界 就是对面就是大奇力 有听过吗 有 对 然后所以我们是华人 但是我们在泰国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像普通泰国小朋友一样 接受泰国教育 但是还是会接受华文 还是会上中文 所以我们早上去上泰文 然后下午晚上就会去上中文 就是双语一直这样子上 对 我其实刚知道要来这里演讲很紧张 然后看到环境 我想要让大家跟我好像是对谈一样 这样子我也比较轻松 不然我觉得大家这样子看着我 让我好有压力 就如果在我介绍的过程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还是有什么想要讨论 想要知道的都可以欢迎问我 对 然后因为我是在一个 我父母都是华人 我在一个华人的背景成长 所以我其实我有些泰国的东西 我是透过我的朋友圈 就是我的泰国朋友 然后知道 然后在课本上知道的 因为我们家在那里的华人都会像 他们保留了很多华人的传统 其实比台湾还要 我觉得啦 比台湾还要 好像过年 我们过年 我们也是比台湾还要保留一些传统的文化 对 就像 半夜 什么 我们家里的小男孩要去别家的 去拜年 然后要念一个拜年的 就是什么大门大门打打开 什么就是要去要红包 对 这种习俗 然后中秋节也要 什么中秋节我们要拜月亮 要吃月饼的时候 要先把月饼放在桌上 水果放在桌上 然后要先拜月亮 月亮出来 月亮已经吃了 我们才可以吃 这样的概念 就是一直就是月亮出来 我们已经 那月亮 就是已经拜过月亮 然后父母才让我们吃 对 然后什么 中元节啊 还有什么 那个扫墓我们也都有 对 然后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虽然我父母是在缅甸长大的 然后来到那个来到泰国 然后我可以 我会讲泰文也会讲面文 对 但是这种身份 其实我们在那里是不能这样光明正大的跟大家说 因为很敏感 对 对于这种 大家会觉得你是 你不是泰国人 然后我们会被排斥 对 像有时候我们是华人也是会有一点排斥 但是华族还是比较高吧 然后缅甸族就还是会比较被大家不受欢迎 然后我今天要导读的是一本 泰国 哦 大家有看过吗 这本书 刚刚 有 哎呀 老师有看过 泰文版的吗 哦 你看过 太好了 因为刚刚我问了一下 好像很多人没有 没有看过这本 然后我也是没有看过 我是前三个月才看过这本书的 对 但是在泰国很有名 就一直很有名 然后 已经 这个 然后又有出一个电影 对 我们看一下他的预告 就是他的电影的 就是他的电影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没看过 你们有什么事 你们有点快乐 他在我的背景 是 我一直在摇迫 我的天 你看看 你 我也是 我一直在摇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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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一直在摇迫 我一直在摇迫 你 我们能够摇迫 你一直在摇迫 你能够摇迫 你还可以 我一直在摇迫 你等到什么 但是又一直在摇迫 你好 我看著你 很漂亮 但是我聽到你了 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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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有些有些有些有 kunnen 有些有在 我會想一下 你會想一下 我會想一下 你會想一下 我會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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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台湾的简介上啊 大家可以如果手上有书可以翻开看一下 他有写说这个作者具有皇室血统 但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然后翻开泰文的资料 我查不到这个执行资料 然后他意思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皇室血统 然后他是他的姓是在他的 然后他有华人血统 他的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一代 是从中国搬过去的 是那个客家人 然后那时候他们家族是医生 然后就被那时候的皇室给了姓 就是给他们一个姓 赐给他们一个姓吧 然后像这个 就是一个医生的意思 就是医学方面的一个意思 他的名字就是 然后他是我们27任总统的阶级 但是他现在 他这本小说是他的第一部小说 但之前他都是翻译 是一个翻译文学 他是翻译法国意大利文那些的 泰国的巴利波特就是他翻译的 对 然后他的书呢 其实先出了第一本 就是泰国的幸福 然后第二第三是后来才出的 然后台湾的中文翻译只有两本 就是第一本的第二本 第二本是追逐月光 然后第三本目前还没有 然后我现在先大概讲一下 这个小说的大概故事 内容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预告 对 他是关于一个九岁的小朋友 九岁的小女孩的一个 面临一个人生的经验嘛 就是他母亲要离开 但是在那时候 小女孩过得很好 就是在一个很传统的泰式家庭生活 就跟着爷爷奶奶 他叫外公外婆 跟着外公外婆 然后在一个乡下 所以在小说里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泰国传统的以前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些那个曼谷人也都没有接触到这些生活 就是一个很淳朴的生活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有过这样的生活 只是没有在河边而已 对 就有坐校车去学校啊 然后有那个便当盒去学校 然后便当 泰文叫做病多 好像也是从日本来的 对 就是拿去学校 然后 然后突然 那个在他小时候 九岁那段期间 他 爷爷奶奶 然后他周 周边的人都 没有提过他母亲 好像特意不提 然后 Gati 明明知道也没有问 然后突然有一天 那个爷爷就问 爷爷奶奶就问Gati 说 你想不想见你的妈妈 然后他们就说 啊 之前都 我们都帮你做决定 然后现在 我们让你决定 你要不要见你的父母 你的母亲 然后那时候Gati才知道说 妈妈是因为身体 哇 就是得了一个 健动 健动症 就是慢慢的 身体会慢慢的 没办法 那个 没办法 使用 嗯 然后最后就会导致 心也不会跳掉 对 然后Gati 就去见了他妈妈 然后在那个 那一个星期里面 Gati就跟他妈妈生活 接触 后来他妈妈离开之后 就留下了很多 就留下 那个 留下了一个 九成九方形的柜子吧 然后每一个柜子 都会有他妈妈的 他妈妈这一生中的故事 就是你想认识你妈妈什么时候 你就去看 然后一个柜子就是 就是一个年代 一个年代 1990 1991 1992 对 但是他妈妈也 没有讲到他的爸爸 然后 后面就是Gati 就去看 就去寻找他的爸爸 所以这个是Gati 在寻找 幸福的过程 最后 Gati的幸福是什么 就是作者想要跟我们说 但里面也是有很多 泰国的传统的文化 像 然后故事有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水上的家 海边的家 还有城市的家 然后水上的家 就分成一段落一段落 一段落就有大概四五页吧 然后再描述炒锅跟锅彩 第一段 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普通的态势家庭的生活 然后第二段就是在海边 你会遇到的东西 然后第三段好像他就在去对寻他失去的那个回忆 对 然后像第一段的那些 便当盒啊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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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讲这个好了 讲Gati的名字还有城乎 Gati是一个很简单的名字 就是对于泰国人来说 Gati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很很很普 就很乡下的名字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一个如果你是城市人 你就会取一个Annie啊还是Cherry 就一个很西方的名字 但是Gati就是泰国的 Gati的意思是椰子的意思 就意思就是 就把这个Gati小女孩设定一个 是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泰国小女孩 对 然后泰国人会有名字跟姓对吧 然后还会有一个小名Gati 就是他的小名 然后名字就是 他的名字叫Nakamoni Nakamoni 是心的意思 爱心 然后性就是跟着家里面的性 然后名字也像台湾人一样 就会跟那个去给庙里的师傅帮取名 所以就看那个 那个什么 你纪念其日生要取什么名字 但是Gati的名字是他的演员 他的外公帮他取的 想要他有一个幸福的女孩吧 就叫一个Nakamoni 对 然后在小说里面呢 其实我 我看这本小说 我看 我看的是中文版本 但是我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个泰文的说声书吗 就是有声书 有声书 然后里面讲的 我听的时候 我是觉得是 我听到的是 他是用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限制法 就是我们只看到Gati看到的东西 但是是第三人称的描述Gati所看到 所见到的事物 那我在念泰文版本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真的是 因为他会一直用GatiGatiGati 这个字去描述他在做什么事情 他不会直接用这个他做什么 还是这个女孩做什么 这个也很符合泰国人的自己的称呼法 就是我们会 我们不会直接用我 如果用我就会在正式场合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跟父母跟朋友跟老师 我们都会用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用有一种称呼叫 如果是晚辈就会用鲁 鲁的意思是老鼠 小老鼠 但是对泰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可爱 谦卑的方式去跟大人讲话 然后那个长辈大人就会称呼自己 也不会称呼自己我这样哦 像如果是妈妈就会称呼 就是叫自己说 妈妈阿姨 就直接叫阿姨老师 就叫老师 就是啊什么 嗯 这个 没有 嗯 就像 嗯你去帮爷爷拿来 不是去帮爷爷 就爷爷自己讲 对啊 你去也不也不会叫你 就是Gati去帮爷爷拿来 对之类的 然后听起来就会看到说泰国生活里面的家庭的关系 其实是很密切的 然后会有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会有阶层的问题 就如果你跟谁很熟 从你们的对话 然后用词就可以看到你们有多熟 还是你们是没有很熟 对像如果很熟的朋友就会用比较粗鲁的语言 就像话就像中文就会有咱们对大陆就很喜欢用这样子 比较亲密的那个用法 对泰国也是 然后通常都会直接代替自己的名字 对像如果如果我跟泰国人讲话我就会 哦大家应该会很常听到泰国人喜欢说屁 对如果我是我比较大我就会说哦屁 我要去屁要去了直接要去了 然后直接来屁麻了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虽然是很小的细节 但觉得还蛮有趣 然后很多人会忽略掉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应该知道 对佛教是泰国的一个宗教 但是在各位的观念觉得大家都是佛教 但是在我们小时候其实寺庙跟基督教还有回教 就是在一起 然后大家就这样子生活 就在一个村子里面一起生活 都没有分说都不会很分割说宗教的问题 对就是佛教是皇室一直以来都是佛教 以佛教为主所以就会很明显 但是其实在泰国真正的泰国其实也没有那么说 什么一定要佛教 或一定很要很尊重佛教 因为现在的和尚有些也做得不好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佛教 你会知道佛教真正教的核心是什么 就不会去在意现在那种做不好的和尚的态度 就会知道他真正的核心是教人怎么样的去生活啊 去思考啊 然后这里面也会参了很多佛教的思考观念 就是说什么生死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 然后这个就是在我们那里每天早上都会有和尚出来脱波 对然后我们就会供养 然后水上的也有陆地上的也有 这是一个很普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在我们那里 对每天 然后像这个是泰国的家里面如果房子比较大 都会有一间是专门拜佛用的 就是专门放了一些佛 然后进去你们拜 那如果没有房子没有那么大 也会放在一个客厅的小角落这样子 像我们家也有这样 就像台湾就是道教 就会放这些拜拜的东西 对 然后这些就是供养用的 其实我们那里的和尚 你给他吃什么他都吃 对昏的素的都吃 就是他就是要吃我们给他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一束花是都会给一束花 然后甜点啊白饭啊 那如果你只有白饭那你就可以白饭 对就看你的心想要供养什么 然后最后会有回向的动作 就是大家有做过吗 这些各位有体验过吗 脱波没有 对然后这是回向 就我觉得在这些过程中啊 就每因为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然后你每天这样做早上至少你会 可以沉淀可以清醒一下 就是像这个你回向的时候啊佛 佛就会和尚就会念经 然后你就会要想多 你要把这些今天做的功能 回向给水 回向给万物啊 回向给对 然后再把这个水倒在什么大树底下 这样子就是一种泰国修行 水是倒回给河上的水 没有水是倒回 如果什么大树小树那里有什么地方 你就再把它倒回去 水是哪里啊 水是我们喝的水用的水 对就是你准备一个矿泉水也可以 不然你就家里面如果是那个洗手的水 就去拿来都可以 没有限定没有限制 对对对 拿来水然后 然后把水倒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你要准备两个 然后把另一边倒到另一边 就好像是把你的功能 要在河上前面倒的 对那其实也因为河上念经 感觉就是这个经跟着你的心 就是流向对这个水就流出来 然后再拿去回向拿去倒在树下 对 其实大家如果去泰国也可以去体验看看 这种这种 诶大家都是佛教吗 还是有 有吗 不是佛教哦 为什么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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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也不是 佛教其实很开放 哈哈哈哈 我们也什么都办 然后这个是故事里面讲到的 呃那个是兔子瓜 好像第九章 对兔子瓜就长那个样子 兔子瓜哪 大家知道那个是拿来做什么的吗 兔子瓜就是那个叫什么 旁边那个就是我们的便当盒 对长那个样子 就一层放白饭放菜放糖 对我们小时候都会拿去学校 嗯 然后那个是兔子瓜是拿来用椰子 干了的椰子啊 他会有肉对吧 然后他的肉会比较 因为泰国很多道菜都会放椰子 椰奶椰子都会放在泰国菜里面 然后那个就是拿来 那个椰子是圆圆的吧 然后那里有铺出来的刀 然后我们就拿去刮刮刮嘛 然后就椰子 椰子就会出续续了 就放在那个西米露啊什么的上面 就是甜点用的 对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Gatti这个名字啊 很可以很代表泰国 因为很多菜像什么酸辣汤 对酸辣汤呢 对也是会有放椰奶啊 然后绿咖喱 然后那些西米露什么都会放这些椰奶 嗯 然后旁边这个就是老蓬 老帐篷 嗯 在河边 都会盖这种方式的帐篷 就夏天大家都会出来这里玩 然后比较凉快 说泰国很热 但其实我觉得 我是在高雄中山大学啦 也是很热 所以大家不要刻板印象说东南亚很热 但是因为你看树那么多 其实是很凉快的 对 但曼谷的曼谷的热啊 我觉得是因为空气 然后那些车很灾车 太多污染了 所以就觉得很闷 好像在一个锅里面 对 然后这个是 什么花 印度 印度花 哦 谢谢 这个是印度新花 树心 印度树心 但是台湾好像叫鸡蛋花吗 对 我听说叫鸡蛋花很可爱 但在泰国的名字是不好的 不可爱的 它叫烂通 然后烂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一直哭的意思 就会看到 看 会听到一些哭声的意思 但其实这个因为音译的关系 因为这个花 其实是从 好像是从 那个 柬埔寨吗 还是很 很久以前从其他国家进来 然后那时候进来的时候 他的 他的叫法是 烂通之类的 然后泰国人都不会不喜欢 因为觉得种在家里面 就会 那个 不好 不好的意思 不吉祥的 有不吉祥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后来 因为他很漂亮也很美 然后大家就把它改名字 都改成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就 叫什么 莉拉 莉就是好的意思 然后后来因为 什么 社会改变了 大家也不会计较那么多 但老人家还是会计较 所以 书本里面的奶奶 外婆 对 书本里面的外婆 就会不喜欢这种花 就觉得 不能把它种在家里面 对 但是外公就觉得 不要在意那么多 什么的 就比较随性 然后这个是传统 太世家的长 长相 就下面都会有 他叫高 角屋 都会盖成这个样子 对 然后以前呢 像以前如果 在河边的家 如果 有水 水灾的时候 就下面这里 就会有水 然后大家还是可以生活 就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像夏天 然后其他季节呢 下面就会拿来养鸡 养鸭 就看你要养什么 养小狗 然后现在呢 因为就没有什么水灾的问题了 比较少 然后这里就会盖成其他屋子来用 对 然后下面其实很凉 因为是通风的 就会很凉快 还有就是这个啊 太世家 不同的东北 东北地区 还是北部 南部 中部盖的方式都不一样 就是会有 上面这里就会 有不一样的特色 对 然后这个是 有一节是大罐子 小罐子 就这里就是大罐子 小罐子 泰国家都会有 这种很多罐子 拿来放水 就是雨季的时候 下雨就会存起水来 然后没有水的时候 就会从这里拿来用 对 然后像 你看这里 放在外面这里 是拿来洗脚用的 洗好脚才会上屋 才会进屋子里面 所以洗好脚 大家都会脱鞋 然后进去 对 然后这个是 可以喝的 对 会放在家外面 然后让 那个来的路人喝 但是这个现在已经很少了 几乎看不见了 但缅甸还有 对 像如果你去缅甸还会看到这样 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 他不太卫生 然后不敢喝 但以前像这种 这种罐子啊 喝起来的水是凉的 就会很凉快 很舒服 对 有喝过吗 对 然后从这里啊 大罐子小罐子啊 其实我们会看到 泰国 因为泰国人 在好像1969 不久之前 就一两百年才 以前是奴隶国家 就是 后来才被解放 所以 以前是一个公庭国家嘛 就是大家是在一个公 在一个皇宫里面生活 然后皇宫就很多规律 很多 很多 那个叫习俗 所以 他的外婆啊 就会很 拘谨 对 就是 意思就是说 像他的外婆 这个是用来洗澡的 这个是用来洗脚的 这个是用来洗衣服服的 这个是用来喝的 都要分开 不能混杂 像这里 像衣服也是 衣服也要分类 这是文本里面写的 对 必须要把衣服分类 分好 什么 枕头套的 放在一个篮子 背 背叹 我应该打错了 茶巾 桌巾 抹布 都要放在一个 不同不同的篮子里面 对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是一种 就是一种 必须要有的规矩 对 然后 像这个也是 罐子 就会跟着 那个 不一样的 用法去区分 然后 然后 像 改天要去学校 他的衣服都会要探过 才会 才穿 嗯 我们也是 我们小时候也是 我们泰国的衣服 还有裙子那些都必须要探过 不然的话 如果抓抓的 然后去学校 我们会被朋友嘲笑 然后大家就 因为大家都觉得 你没有看 你什么 就会被讲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也是 泰国的一种 觉得 外表很重要 你要穿个端正 很重视外表 对 就是你要穿着啊 还是什么场合 你要怎么穿啊 连从小 要去学校 像外婆 就会有一段 外婆就说 第二本的时候啊 他们家的一个 那个姐姐 帮忙的姐姐不在 所以很多衣服都没有人烫 所以外婆就说 就先穿不需要烫的衣服 烫的衣服 就放在一边等 那个姐姐回来烫 对 像我们就 我们像 我跟我妹就从小 妈妈也不会把我们烫啊 我们就要自己烫 对 不然去学校就会被讲 然后 接下来我要 让大家带 带大家到这个 大家看了这一段 觉得 哪里有什么问题吗 对 这个是后来 那个有 Gat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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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叔叔 Gatida妈妈去世了 然后Gatida叔叔 带哥哥提 去了他妈妈城市里的家 然后去寻找他的过去 然后 他的 叔叔就跟他说 你爸爸 其实 我以为他是一个泰国人 但 你妈妈说不是 他是从缅甸来的 而且在英国长大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 他是缅甸的 但是我在看泰国版本的时候 他没有讲到缅甸这个词 他是说 你的爸爸 你的爸爸是 我们邻居 我们邻居的国家 这样而已 对 所以 对泰国 对我们来说 缅甸 这种还蛮敏感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 边界的 种族 然后像这里 对 对 像这里也是 所以我可爱的 缅甸女士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然后 刚端着一盘菜走进来的外婆 狠狠的瞪了她一眼 瞪了她 是瞪了那个叔叔 因为这是叔叔跟 改提讲 然后这个缅甸女士 在泰文版本是写 写说 你这个缅甸女士 但是我们看起来 觉得 只是 我们那时候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比较前面 几页 我那时候不会以为 这个有什么关系 对 就好像一个一种 那个 小 讲讲 开玩笑 就跟小朋友开玩笑 对 但是 外婆瞪了她一眼 这个其实如果大家看 也没有什么 就是觉得 外婆不喜欢叔叔 嘲笑 但其实这里 我觉得是因为 泰国人本身不喜欢缅甸人 所以她不喜欢 她不喜欢 那个 叫 叫什么 叔叔来讲 对 然后 到了这里 其实我在这里才知道说 她的爸爸是缅甸人 因为这里虽然说 虽然她说 你爸爸是我们邻居的国家 但我们邻居有很多国家 有什么 有什么 辽国啊 柬埔寨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她要 虽然我有一点点意思 所以她应该要写的是明天 但那时候还不确定 然后讲到这里才知道 哦 阿优特亚 然后 曼德烈 大家知道曼德烈吗 有听过瓦城吗 大家知道瓦城泰式餐厅 然后有想过瓦城是在哪里吗 你知道瓦城是一个地名 那瓦城是在哪里 没有在泰国 在缅甸 对 瓦城是缅甸的一个大城市 然后阿优特亚就是泰国的大城 阿优特亚中文也叫大城 然后瓦城就是曼德烈 有看 那个好像去年吗 有一部电影叫 戴剑瓦城 对 就是 那里面讲的故事 我觉得也还蛮 有 有人看过吗 那一部 戴剑瓦城 好看 我也很喜欢 那我还没看 很喜欢 还没看 没有 因为我看预告 我就觉得很棒 她故事也很棒 那时候我太忙了吧 所以没有去看 然后里面的故事还蛮真实的 里面又讲云南话 像我们就是云南人啊 所以你还会讲云南话 对 我还会讲云南话 但其实 我的父母是广东人 对 很复杂吧 我们这条街上都讲云南话 对 我知道 我很喜欢来 来吃西豆粉 那些 大家可以来这里 但我觉得这附近 缅甸话比较多 有时候走过去 我以为我是在曼德烈之类的 我去过曼德烈 也会就像这样子 华人脸孔 然后讲苗文 对 但这个 到了这里 就会看到 对 一个阿余特亚的女孩 嫁给一个曼德烈的男孩 但是如果从文本上看 就会看到说 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城市啊 从古代就一直打仗 然后泰国一直输 对 所以就泰国就不喜欢缅甸 对 如果我们看 觉得是这样子 但是 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 是因为 后了 这几 不是这几年了 就是缅甸啊 缅甸被英国统治之后 然后国家就没有发展 然后很多缅甸人到了 那个泰国工作 就像泰国人到了台湾工作 台湾人其实也不喜欢泰国人啊 我不是 我现在也许有人喜欢 但以前我觉得是一种刻板印象 就是会觉得太老 太老就什么都不做都喝酒啊 什么的这种观念 然后就觉得乱闹事 缅甸也是到了泰国之后 然后就会 那有时候会 新闻里面 会 那个新 会放一些 不 什么缅甸做了不好的事啊 来泰国 然后 什么闹一些事情 然后大家都觉得 你来我的国家 然后你就 在那里 有时候卖 卖毒品上新闻 就说 是缅甸人做的 太多 这种人 外劳来 然后大家就 觉得这些人没规矩啊 对 然后就会不喜欢 所以我这里看到 这个作者 用了缅甸 缅甸人当他的爸爸 我觉得还蛮 震撼的 就觉得很 因为这个普通 我觉得现在泰国很多泰国人都 在努力的 改变这个观念吧 因为像我小时候 我不是在缅甸边界 如果我被说我是缅甸人 其实我内心也不开心的 对 但是明明我的父母就在缅甸长大 就好像你被 歧视的 被歧视的感觉被欺负 但是 当我来到台湾 我看到很多事情之后 大家不都一样 对 就 总 然后我们又 都是东南亚人 对 不需要 都长 然后都长得一样 很多文化都一样 缅甸人泰国 也都是佛教国家 所以 我刚刚讲到 对 然后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还有 我们的很多教科书 都会教一些说缅甸人做了什么事情 是不好的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几年 大家都在努力的改变这个观念 其实缅甸人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姐妹国家 你不需要 像 我在那个网路上 都会看到 如果发现这种两个国家的留言 都会有人跳出来说 我们应该要改变这个观念 我们不要一直再去欺负 比较弱的他们 对 其实以前他们也很强 对 这个意思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里还蛮不错的 然后 然后 这里我要讲到故事中的女性 在第一本里面有 比较特殊的四位 奶奶 外婆 妈妈 还有 阿姨 这个阿姨是外婆的 不是 是妈妈的助理 然后 对 是个女性中 的 像外婆 外婆 外婆 之前是五星级饭店的 那个秘书 然后还会讲很多语言 然后 她后来退休之后 就回到这个老家 然后 当一个 专专业的家庭主妇 然后外公会常说 阿 其实你外婆 菜饭也做得不好啦 她只是用一个很好 比较好 比较高级的料理 才做得比较好吃 但是外婆一直在努力 当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主妇 好像这个 这个是 作者 曾安派 对 名字像我一样 作者想要表达给我们看的 就是外婆 外婆其实是 她是一个五星级的秘书 那么厉害的女生 但是后来 她也是努力的做一个 呃 比较正宗的泰国传统的妇人 就是 传统的妇 的女生 就是要在家里做菜饭给丈夫吃 所以 这里面我们看到说 在家里 外公是怕外婆的 对 像 外婆 外婆就是扮演着一个很严厉的角色 然后外公就比较随性 比较开放 对 然后像这里就说 明明就有自来水 这么好的东西 可以用 为什么外婆要 那么大费周章 把自己添加了许多家务 但还好外婆没有听到这番话 对 但是 在 那个村子里面 大家是 尊敬外公的 所以外婆只是在家里面 被 就是在家里面 看起来外婆是有主力 主动 叫什么 主权 全 但是在 呃 整个村子里面 还是外公 受大家的尊敬 我还是摆脱不了这个 就是外婆是传 外婆 外婆 比较像 泰国的传统女性的感觉 对 然后外公就是 就是 对 外公 外公是学法律的 然后所以大家都会转进外公 然后所以大家都会转进外公 我们再来看妈妈 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的 她是单亲妈妈 就是因为她跟妈妈 跟爸爸在英国见面之后 然后故事里面就是说 好像 她妈妈不是爸爸 爸爸其实是有自己爱的人 然后那时候是选择了 隔梯的妈妈 但后来妈妈知道说 好像爸爸不是爱自己 所以妈妈最后才退出 然后回到泰国 然后自己 抚养隔梯长大 对 但是后来因为 没有办法抵抗自己的病 就是她后来生病了 然后 因为如果她在隔梯身边 她会造成隔梯的伤害 她觉得这样子会让隔梯受伤 所以她就选择 离开隔梯 然后去养病 养了大概五年 然后就去世 然后去世的那个礼拜 隔梯的妈妈 让隔梯先来见她 对 就最后一个礼拜 故事里面的情节 所以这里 可以看到 这个是隔梯的妈妈跟隔梯说 对 我让你受了很多伤 然后这里是我你我你 但在泰国版本 都会直接用 妈妈 妈妈让女儿 妈妈女儿 就比较 我念起来比较有 那个比较亲切 对 但是在这里我念起来 其实我的感觉没有那么深 然后 其实妈妈虽然 虽然她没有办法抵抗她的病 但是她却可以选择她要怎么死 对 这个也是 一个 现代的女性 就是她有能力可以自己选择 像这个也是 唐叔叔说 这些都是按照妈妈留下的指示 所安排 因为她希望她们来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回忆当时候的时光 所以可以看出 该提的妈妈是一个很坚强 但是又很乐观 她没有抱怨过 她 所以她的这种特性 也是传到该提的身上 对 所以故事里面 其实是 有一点点痛 但也是很温暖的家庭 然后这个是 妈妈去世之后 留下来给个提的柜子 所以这里就是说 妈妈离开之后 把每件要发生的事情都做好 妈妈 那时候妈妈写了一封信 就是 拿给个 就给那个 唐叔叔拿给个提 唐叔叔拿给个提的时候 就说 这是你 妈妈写给你爸爸的一封信 看你要 要不要寄给你爸爸 是 妈妈让你自己选择 对 妈妈全部都安排好 只是让个提自己做出选择 对 这里就是 然后 我们现在看 在前半部啊 在水上的家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提到妈妈 对 然后这些 妈妈未曾答应要回家 这些都是 那个脑海里面的想法 对 然后家里都没有妈妈的照片 没有人和妈妈说过话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人提过妈妈的意思 对 就是在 生活的很快乐 但是好像缺少了一些东西 然后 这个时候 这时候是 他跟外公一起看月亮 虽然外公不说 虽然外公有说 我们是看着同一个月亮 但是虽然不说是谁 那给提感觉得到 是在说她的妈妈 对 所以 最后一段就是 给提 你想不想去看你妈妈 就外公跟外婆 给给提做选择说 啊 我们之前都帮你做决定 然后 现在让你决定 你要不要去看你妈妈 然后给提说 你妈妈现在病重 然后 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人世 对 然后 呃 为什么会说 这一本小说 有很多的女性主义的观念 就 因为 为什么前面大家都没有跟给提说 是因为她是小孩 还是因为她是一个小女孩 对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怕她受伤 所以 因为她又是一个小女孩 所以都不会跟她说 但是其实 后来才发现 其实给提比我们想象中的坚强 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女孩 就是要很软弱啊 很不能接受这些事情 但是 女孩子就是比较敏锐 比较体贴 比较敏锐 像这里她就会看 她就会发现说 她的外婆好像最近 不对劲 这个时候就是 呃 她的那个妈妈 身体慢慢的 变弱的时候 对 她就发现 最近外婆怎么 呃 心不在焉 对 然后 她的母亲 她的妈妈 本来可以 那个开刀通管 然后把食物放 放进脖子里面 这样子就会活得比较久 但是她的母亲 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 觉得 这样子就不能说话 所以 Geti就说 Geti就觉得 这是Geti的想法 她就觉得 呃 她想到了美人鱼的故事啊 呃 美人鱼是割掉 割掉舌头 然后 她就换了 双脚去寻找爱情 她妈妈应该 不需要寻找什么爱情了 对 所以这里就看到一个 可爱的 小女孩的 想法 但是又很成熟 然后 然后这里是 呃 我 妈妈 失去 生命 之爱 之后 会如何生活下去 就是 她 她在想象 当她的 妈妈 跟爸爸 分开之后 妈妈是怎么样 努力的 活下来 对 但是 然后后面有一个情节 是Geti 去遇到一个小女孩 然后那个小女孩 就在画一个画 然后画里面就有两个人 然后小女孩就一直把那个色签笔一直涂鸦涂鸦 然后Geti就问 啊你在做什么 他就说 我讨厌我的爸爸 跟我的哥哥 他是 我的爸爸 就是外婚了 诶 搞婚外情 对 然后就一直在那里 愤怒的话 然后Geti就在想 他会不会讨厌他爸爸 其实他 他没有那个感觉 他的内心 其实是 比较平静的 他没有那种 觉得很怨恨他父亲的感觉 对 好像这个 这里就是一种对比 所以这里Geti有权力自己做主 像这里Geti是 他就是他的妈妈的女儿 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他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最后Geti的幸福 大家 很无聊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分享一下 还是 你们看了哪里 不觉得 还是因为没有看过书 然后没有什么 没有 没有什么 谢谢你讲的这么经厂 我是有去过太队 也去过缅甸 但是从你这个故事里头啊 好像他们的家庭好像都是还蛮 蛮这个 蛮好耶 对水平上蛮高的 但是我实际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们是过在一个很乡下的 他是在一个庙里面的 对啊 对啊很乡下 而很乡下的水平应该不会很高吧 对 但是他的父母都 他的原来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 哦 那就是他们 他们家的特色啦 不是整个这个 这个 嗯 他的乡村的 不是吧 但是 不是整个乡村 对 那 只有他们家 只有他们家的 他的外婆也是五星级饭店的时候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 对啦 他们家受过比较高的教育 所以 感觉上 比较 比较可以去面对这些事情 对吧 那些照片啊 那些外婆 妈妈呀 阿姨啊 那是电影剧场 哦 那是电影 对 也显示 非常的文明啊 也没有那么落后啊 哈哈哈 对 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蛮高的 我觉得 也 贫富差距也有啦 对 那个阿姨 你去过 你去哪一个 这个是年前的哦 我比较年轻时候去 那时候跟现在 其实也差很多了 对 然后贫富差距的意思就是 有 就像 看有些 嗯 家庭就比较好 但是 他们 但 原本的 乡下的生活的人的性格 其实是 好的 对 就比较 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们 比较知足 像这里面 要表达的是一种 知足的感觉吧 就比较简单的幸福 对 对 我是觉得 嗯 他们很知足啊 有幸福的感觉 对 也许因为他们想的很简单 其实也是 我们应该这样子追求啊 我们都不应该去追求 去比啊 比什么 多大的 你要拥有多大的房子啊 拥有多大的财富啊 才是幸福 其实不是啊 其实就是要像这样子 有亲人关怀啊 能够在家庭里面 或者这样的一个很有亲情的 这个就是幸福啊 嗯 所以这个 我们应该要传递的 这个也是 就是过 怎么样才是 哎 拥有的幸福也 就是这样的一个 知足的幸福嘛 那我们现在的人 也应该这样子 那就会和平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啊 好像都不知足 都很会去 去批评啊 没有那个幸福的感觉啊 对 对 我觉得 你也讲到 一个重点 就是泰国现在 一直在批评 批评政府啊 批评什么 所以这种温馨的故事 也好像 给大家带来一个 但是 这种的观念 我觉得就变成泰国人的一种 啊 怎么样 就 让他去吧 事情怎么样 就让他去 所以就变成 现在就一直 动乱 一直 就 就活在一种 一下政变 一下好一下政变 然后 啊谁要管就管 我不想要管 然后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对 所以这个 这个 只追求这个生活 到底是要 要去 你说管自己就好 把这个心量放大一点 不要去批评 不要去斗争 是这样的吗 那这样的话 反而也会有坏的一面会出现了 所以 人性啊 是人的心理啊 很难掌握的 谢谢你啊 好 谢谢 谢谢 那个 下面还有呢 还有呢 那你不要拿急 要大家分享 哈哈 哈哈 或者谁要讲 就拿麦克风讲 麦克风可以传 传一下 这样比较不会沉默嘛 哈哈哈 我这边会传麦克风 那每个人都要拿到麦克风 嗯 那大姐已经拿过了 拿到麦克风 然后你可以不讲 再传一遍 来 来 那边 这边 这边 刚好 哈哈 哈哈 我是比较好奇 刚刚有讲到 那一个 供养的 那一个 是怎样 可以再描述一下 过程 过程 对 怎样供养 就 因为 那个 和尚每天都会 经过我们家 对 他就会 然后我们早上就 他 就像 我比喻一下 就像 垃圾车来的时候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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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西放进去 然后你就 拜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祝福 然后 还是有时候 如果你有那个回向的水 你就直接倒回向的水 然后这样就结束了 对 所以你是要带着一瓶水 带一个杯子这样出去 但是 有 有时候没有 没有 没关系 对 如果要 如果要 就要带 但是有时候也不需要带 直接放在地上 就直接 回大地 对 所以 所以 和尚 和尚经过 你们会给他饭菜 嗯 但是和尚都是早上的时候 对 对 那他就走掉了 那回向是 就是 其实我都不太知道 就当场 当场 和尚 就是给的时候 和尚会祝福 会念经 念佛经 祝福你 你就当场 滑水 弄 不然其实也不需要在和尚的时候 回向和公养 是早上市场 他们站在那边的时候 还是他们在路上的时候 路上也有 路上也有 到处都有 好 例如说早上六点的时候 我去市场 然后旁边有四位和尚 不是我们没吃到那样子 哦 然后这时候我可以 可以啊 所以例如说我现在有水 然后我该干嘛 我应该过去 不是拿水去 不是 公养是食物 但是我只是回向这部分 因为我没有看过回向这部分 公养 我知道就是放在布 然后让它拖回去 这个我知道 那是去市尿里面 放在布上 但是如果你早上 老师早上 那个盒上有 拖波 就直接放进去 放到波 放到波里面 然后公养 对 对那是公养 然后回向 回向就是 公养好 然后你坐下 对 然后你就把 可是和尚就走掉了 不会走啊 他会前练机啊 真的吗 他不是就一路这样一直走 一路 不会 那他走不完了吧 我怎么觉得他们好 就一堆这样一直走 一路接 一路 游施 看 然后看 所以我很好奇 这有不懂 这个 那他走不完了吧 走到下午都走不完 其实有时候他们 不一定会 那个 倒数 因为如果在路上 遇到 的 叫 和尚的话 他们就会直接 不好像 拔啊 或者拔啊 然后拔一拔就好 基本上如果在路上 遇到 就會直接拔牙 都不会 因为好像 我好像没看过 如果在家 在家 然后和尚经过 他们才会 准备 准备 就是如果你在家 你们 你家的门前 你就会自己准备 那如果你在路上遇到 然后你想要供养 又去买食物 然后放进去 就 不一定要有 那个回向的动作啦 就是回向 你心里面 就已经回向了 不一定要把 真的把水 但是如果正式 就是比较 比较传统正式的 就是你家前面 他们会自己 弄 对 了解吗 不好意思 稍微再问一下 就是 路上跟水上的 供养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都一样 他们的水 就是他们的马路 所以 对 他的水路跟 对 水路就是马路真的 就在 跟水上市场一样 就是他来的时候 你就家停下来 然后把东西拿 和尚看到你在准备 他就会停下来 哈哈 哈哈 这个社会默契 有的 有的就会了解 所以像是比较容易 都是水 没有 但我觉得水上 活活很特别 我还没试过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也是 作者要告诉我们的 开厅的幸福 对 就是 最后像那个 阿姨讲的 我们最幸福的就是 家里面的幸福 就 虽然你没有 爸爸妈妈的爱 但是其实你还有其他人 给你的爱 所以你不一定 就是要执着于 某个人的爱 所以你要看到 你有的东西 我不是一直去追求你 没有的 然后我后面要讲 泰国文学 泰国文学 哈哈哈哈 对 就泰国的朝代 分成四个朝代 苏科泰 苏科泰 我讲泰文 苏科泰 阿姨泰亚 然后 然后 现在这个朝代 是拉特纳构星 就是拉玛朝代 然后拉玛朝代 就分 1932 那一年就是 那个 政变 新政变 就从一个 皇室的国家 皇室统治的国家 变成有 自主性 对 谢谢 自主性的 那个国家 对 然后 到了 1973年的 10月14日 也是泰国很 大政变 就是学生运动 就 这个时候也 死伤了很多人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 文学是有很多改变 就像前面是王朝 所以 文 那时候的文学都是 那个 宫廷文学 诗歌 啊 戏剧啊 那些文学 有人要拍照吗 对 然后 到了 到了好像 拉马4的时候 拉马4 拉马5的时候 西方文学进来 很多翻译文学开始 才会有 才会比较像有一些散文 散文文学 然后像现代的这种 然后 题材也是慢慢的变 像以前呢 都是 都是宗教 宗教方面 宫廷方面的文体为主 然后 那个 文体文才 对 就是写的方式也是 诗 就是那种诗词 然后到了我们现在 才会比较像 1973年的时候 政变开始的时候 才会有很多民主的议题 追求 社会平等 然后民间文学 就是 比较平民的生活 被描述比较多 像 1932 虽然 1932 这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是被 共产党统治的 就是有 那十年都会被控制 你不能讲 你不能讲 那个 不能批评 文 不能批评 政府啊什么的 然后 到了1973年 才会比较开放 然后 这个是 埃佑陛亚时候就有的 像 这个是 拉玛兼 中文叫 拉玛兼 对 如果大家去那个 玉佛 的时候 会看到两个 叶叉 这个也是 从泰国文学里面的 动物来的 然后这些文学啊 是受到佛教的 佛教里面的文学的影响 从印度里面 从印度传来的小说 然后 来编成泰文版 就是泰国的方式 像这个 其实这个我觉得 孙悟空啊 他是孙悟空的前世 他也是猴子 对 然后 这个就是 还有 那个 十个 脸 然后 十个 一百个脸 十个手 这里 上面都是他的脸 小脸小脸 这上面都是他的 面 面 不同的面 对 就是 都是 那个 我们小时候 课本里面 都要学这些 故事 他是一个 那个 这个 女生被抓走 然后 他去被他抓走 然后 他们两个去救他的过程 对 然后 这是帕尔派门尼 这个是 大概 拉玛二的时候 的文学 对 然后 这个小说呢 就是 泰国文学 泰国的传统文学 都会出现他 他就是妖怪 然后都会扮演不好的角色 这里面也是 他因为 但是这里面 他我觉得 他还蛮可怜的 他因为追求爱情 但是后来 他不喜欢他 他就是 他就去喜欢 美人鱼 对 泰国文学里面 就已经有美人鱼了 然后 就爱上美人鱼 然后他吹 吹笛的时候 他的心就会痛 他就不能进来 就是那种 那个 神 神话的感觉 然后 这个是他们的 儿子 小 孩子 对 然后这个 其实这个是被 我觉得他是被 那时候已经有 有一些 那个翻译文学 然后这个 应该是 有人说像 台湾 中国的 麒麟 就是有 马跟龙 合在一起 然后 尾巴是鱼 对 尾巴是鱼 是泰国自己编出来的 然后 马跟龙 我们是好像 麒麟 就 中国的麒麟 一个神 神化的动物 就长这个样子 对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 五六年级 就已经学的 然后我们那时候 学是 学诗 就是他会有 就直接用诗来让我们学了 但是 就是 因为泰国的历史 有那么长久 一两百年 所以那些史 我们都看得懂 不像中国的 那个 史故事 我就看 古文 就看不太懂 然后这是民间小说 虽然是民间小说 但都是皇室才写 就是 那个 泰皇才写的 这是第二 拉玛二的泰皇写的 小说 所以这些 那时候的 那个写作的权利 都是在皇室里面 因为 才有他们才可以 学写字 学 那个念书 所以 他们 像 然后以前的文学呢 都会讲 你要做好事 才有好报 像这些都是 像这个也是 最后 这是他母亲 对 他母亲被人伤害 然后后来变成了鱼 然后 有人又把鱼拿去杀死 然后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树 就一直变一直变 因为他母亲是好人 就好像在用佛教的观念 去教育人说 你做好事 你以后会有好报 对 虽然你长得不好 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好的 你还是会得到王子的爱 之类的 对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 这个就是他 他是 他去骗女生 去骗女主角 然后他就扮演一个 一个 比较丑的样子 去骗 那为什么拿一个黑人 就是他有一个能力 他想要知道 你孩子 是真爱吗 但是他的出生 这个是从这里面出生 对 对 然后 像这个就比较现代小说 像是 四朝代是在1953年的时候写的 但是里面的内容 我看一下 里面的 第八八二的时候 四朝代是一个女生 从第五个朝代 他 他的一生当中就是在这四个朝代里面的生活 然后所以小说里面 我觉得这个很推荐大家去看 已经有了中文版 但是应该是大陆版吧 因为台湾都找不到 对 然后里面就讲了泰国王朝末落的时期的故事 所以 我有 我 其实我之前也没有研究过这些 但是我去看了之后 其实我是爱泰皇的哦 不会骂泰皇 对 对 全球直播 大家知道 对 因为 然后我去看这里的时候啊 我更感触得到说 诶 我更 我更感触得到为什么 对 很像 就是 因为他里面会讲 嗯 泰皇去世 然后我们现在遇到的 状况 我就会感受到里面的 情感 对 所以我觉得 你们要了解一个国家 你们要 你们不要去想为什么他会这样 但就是 如果你们一直去批评批评 但是你们 不会感受得到 你们就觉得 啊 泰皇就是不好啊 什么 我来这里之后 其实我就看到很多泰皇的负面的 那个批评 像我在泰国完全 没办法看到这些资讯 然后不会知道 我们从小被教育 太坊是好的 对 我觉得这个 我来这里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觉得就是 因为我们一直被这样子教育 所以我来这里我就觉得 嗯 大开眼界 原来他做了这么多事情 之类的 但是我回想之后 然后来看这本小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 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啊 然后现在可以这样子 就 嗯 怎么说 里面 好 讲到故事好了 里面最后 然后啊 女主角去世也是 第八 第八个王朝去世 然后女主角心就裂了 就 就 就走了 对 里面就讲到女主角 进了皇宫 然后见到里面的 曾 宫廷里面的曾分 然后后来 啊 后来就 嫁出来 但是还是跟宫廷一直联系 所以会看到 从这些故事中 其实 会看到那个时候的真实的现象 对 然后 然后 从泰国 泰国之幸 这 这个小说我也很喜欢 他是 呃 小 诶 那个作者是华 诶 华裔 对 就是到泰国的 祖先到泰国了 然后他是在泰国生长 然后他的笔名是莫丹 就是木丹 对 他就故意取一个木丹 表示他其实是 从 是一个华人的代表 然后 故事里面就是写 啊 他其实 在写一个 从中国 从中国来的 来泰国的中国人 然后思念中国 然后 把姓 就是一直写姓回 中国 然后 里面就会讲他在泰国的生活啊 然后就会看到很多 像一些 排华事件啊 里面就会讲 啊 泰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啊 这些事情 对 大家应该也不知道说 呃 然后那时候在 啊 潮州人 客家人 其实早期就来泰国了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改 改名字啊 改方 改变生活方式 所以就 在曼谷会看到很多 华人 血统 但不会讲中文 对 但像我们 我们那边 亲来亲爱 是后面才来到泰国的 然后 那个 像 曼谷那里的华人 其实比他 比泰国还要 比泰国人还要有钱 地位比较高 因为他们 华人 比泰国人 会想啊 会想 我们要怎么做 要怎么努力 什么的 就会比较 像 什么 他姓也是华人血统 对 然后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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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在讲一个 泰国传统的 老百姓 他一生中都 都想好的事情 就是做一个好事 但是却被这个社会 因为他是一个 低层人嘛 就是比较平民 所以他会被 他虽然做了好事 但是会被社会欺负的感觉 对 就 逃脱不了这个 世界的 现实 的故事 嗯 这三本 然后 然后 那个 Gatty的幸福 也是 现代的小说 就比较描述一些 我们平常看到的东西啊 对 好 我今天就 差不多 讲这些 谢谢 谢谢 好 那那个 麦克风在谁这边 我们就继续传一下 好 大家可以 可以 随便讲 这个 我一定要拿到 不要说 你来30张没拿到麦克风 不让你讲话 这样就不好 拿到 然后 没有要讲 你也可以自我介绍 如果你也不 不愿意自我介绍 就再把麦克风 传给下一个 下真说的 很好 很感动 对 谢谢 你如果把后面的灯子 把灯打开 你这样对吧 对吧 把那个灯拆开 对 好 好 下真你好 我想要 请问你 就是 就是 我想要就是 以女性的社会的处境 就是 为一个出发点 做这个问题 就是 泰国的女性在泰国的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她们在工作上或是在家庭上 有没有受到任何的严重的限制或者是打压 那像是在台湾 台湾近年来 比较好 我们就是 学出了一个女性的总统 那 女性的社会地位 有一直在慢慢的 往上的提升 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 泰国的女性在社会的 现在的处境是什么 就是当她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没有呈现到 好 好 我觉得 我们泰国 现在也是 相谈 比较好 就是 因为我们的前前总统也是女生 对 但做了不久就下台 我觉得是 这个不是女生男生的问题 我觉得 本 是我们国家本身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泰国 有两派 如果是那个传统的 那个外公外婆那一代 他们就觉得 女生你不要做这些 然后穿着也不能穿漏啊 什么 就很重视这些观念 但是现代的就 现代的就 就比较 开放 然后比较觉得 平等 对 好 谢谢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你的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看到 泰国华教的同学 然后他跟我说 他们都一定要改那个泰国姓 然后 譬如说你如果同样都是姓林 或是姓陈的话 可能这个家族就会决定 要变成一个泰国姓 所以 就大家姓的都不一样 就对 就原来都姓林的 可是这一群人 他可能就取 A这个姓 另一群人就取 B这个姓 所以我很好奇的就是说 就华侨在泰国 他是什么时候 有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 是不是 从那之后 就大部分的华侨就 不说华语了 然后他们一般跟 生活中间 跟泰国人的相处是怎么样 他们会隐藏自己是华侨的身份吗 还是说 不需要隐藏 别人看你的信 就知道你是不是 其实 看姓 不会知道 是不是 因为他已经变成泰文的姓 所以就 但是我觉得泰国 对于姓 这件 改姓 这件事情 大家会觉得 改一个 比较泰国的姓 感觉上就比较高 就是比较 呃 不会被人 就是看 看不起嘛 就 比较跟别人一样 对 那如果你是什么 其他的姓 你就会被排挤 会被排斥 对 然后 我 因为 呃 那个 他华人 在曼谷的 我遇到的 都不会讲 华语 对 应该 你说 他们是不是讲草州话 他们会听草州话 但是像 我这个年龄的也不会讲 只会听 对 然后 草州话是 阿公阿嬷 那个年代会讲 对 然后 那个改姓名运动 有这件事情就是改姓名运动 就是 好像在 呃 一九六几年 那个时期 对 就是因为 因为 华人越来越 那 那个时候 很多华人来泰国嘛 然后华人 越来越强 然后 泰国人很怕 华人把他的资源 土地抢走 所以 就是 出了这个 那个政策 来压制华人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那些总统啊什么 让其他国家的 让其他血统的人来 当 对于泰国是不好的事情 对 他们就会 然后 所以 华人 为了要生存下去 他们就必须要 那个 取当地的 泰国人啊 然后把自己的名字 改成像泰国人 这样子 一看名字 就不会 看出 你是 华人 但是 听口音 其实也听得出来 对 那 政治上是这样子 但在相处上 其实我觉得 也没有那么的排斥 就不会 计较说 你是 华人 你是华人 还是什么呀 但在 刚刚我给大家看 从泰国来的信 那个时 其实是很严重的 但到了后来 大家都融合了 就不会那么严重 对 但是 像 我们在 那个 千来千 千来千马那里 除了华人 还有少数民族啊 然后少数民族 一看名字 就知道你是少数民族 对 然后 知道 你是少数民族 就会 被 被 被启示 被瞧不起 对 所以大家都 都会去换 其实也不是说 想要 掩蔽自己的种族 但是觉得 不想要再回答 这些问题 对 不然你就要再解释 还是 不然你就要被人家的 像 叫了一个名字 然后 大家都会看 欸是谁啊 谁叫这么奇怪的名字 大家都会看 对 像我 小时候也是很奇怪的名字 然后大家都会帮我取绰号什么 那时候我就很讨厌 哈哈 对 所以像你们家没有换姓啊 你们家还是姓陈 没有 我们家 我们家是姓 不是姓陈 对 然后 我们家也是 一个跟一个姓不一样 因为我们 我们是后来才到泰国 所以我们不是合法的 泰国人 对 虽然我是在泰国出生 但是 不能 你在泰国出生 就把你认定了 成泰国人 你要 你的父母要 有一方是泰国人 除非你很有钱 对 除非你很有钱 然后你在泰国出生 人家就给你 这个身份 那如果你是穷人家 你没有什么钱 你要慢慢的去升起 一个身份证 如果你去 太北那边 你就会看到 很多人 一生当中 都在泰国 但是没有身份证 就是不能 不能出 出 这个城市里面 不能出去 如果你要出去 你要去 要一个通行证 对 所以有时候 就 这样 其实我有 缅甸 免甸 身份证 对 然后泰国 身份证 是我要生起来的 阿缅甸 身份证是我一出生 就有 就觉得 阿五名就是 就在泰国出生 然後 我却没有得到 这个待遇 但是 在那里的 另外 大家有听过 那个孤军 后一代 什么的 那个年代的人 他比我父母早來泰國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得到了很多泰皇的幫助 就給他們居住然後給他們一些信 有些信是泰皇賜給的 給他們一些信啊什麼 所以就會很愛泰皇 還有什麼 那你的中文名字是什麼 我的中文名字 我的中文名字是那個祖譜 叫祖譜嗎 像我父母那一代就會有一個祖譜 就是父親那一代要叫什麼名字 我這一代的人都會叫下面是自己取 然後孝字輩 對孝字輩 廣字輩 什麼字輩 對 好像台灣沒有了 台灣很多玉琳什麼亭都叫的一樣 哈哈哈哈 因為算命時說這個字好對不對 大家都取一樣的名字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呵呵 呵呵 我來聽了 我來聽聽講 阿最後這三本書是 相當於是從三種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種歷史 蛤 就是三個不同的觀點 有點像三個不同的觀點去看 然後不同的時代 哦 對對對 但那個座 後面這兩本的座者都還在 哦 前面的就沒有 不在 那第三本是比較悲傷就對了 比較現實 現實 現實就很悲傷 判決 有中文版哦 嗯 對 那個圖書館有 好 東山大學 圖書館 有中文版什麼都有事 他會長版的 哈哈哈哈 誒 你沒有麥克風沒有錄到 你是說師大都找不到 誒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今天也覺得你真的講得很棒 然後在下面一直覺得很感動 我想問你看看你 呃有朋友在泰國讀大學 對嗎 嗯 因為跟他們聊過你覺得 呃在泰國讀大學跟你在 在中山遊行不一樣 因為我今天真的很驚訝你的分享 我覺得你真的 呃分享得很棒 謝謝 所以我不知道是學校的還是有什麼不同的 嗯 我覺得 在泰國唸 我曾經在泰國唸過一學期的大學 嗯 然後我覺得在泰國的大學叫溫暖 哈哈哈哈 就我覺得台灣人 台灣生活台灣人很自主啊 然後大家都比較想著自己 然後像大家都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都想要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所以都努力去想這件事情 然後像我在泰國的大學啊 進去就會有什麼疑心活動什麼 就然後學長姐對我們都 比較像一個家一樣 然後很多 泰國很重視活動 所以有些人 書都念不好 但活動超好 對不對 很會跳舞然後倒數第二名 我妹就是 哈哈哈哈 對就一種 像如果很會念書的人 就考第一名 然後不會跳舞什麼的 拿起麥克風就會緊張 對然後有些就很多活動啦 然後這些活動當中呢 就會讓彼此的感情變得比較團結 比較好嘛 然後泰國銀星 如果大家去Google看一下 泰國銀星很可怕 對很誇張 就是很他什麼都敢玩 就是把有時候把那個雪地妹弄得上新聞 之類的 就是有些事情是太誇張了 然後就好像弄出人命 這些事情也有過 但是 不是啦 你剩下孩子 對然後就 但是 整體來說我覺得是 一個 那種活動讓人 比較 互動比較好 就 我在那時候 跟朋友之間感情也比較好 但是我來這裡 台灣 就很多 很多圈 很多組 然後 沒有什麼 像如果有什麼隱形 還是有什麼活動 就 還有看戲所啦 然後還看說 他沒有強迫性啊 所以你可以去可以不去 然後我朋友他們就說 讓費時間不要去了 去圖書館 沒有 就是你去啊 還是去做其他事情 他們覺得比較有意義的 他們覺得這個是浪費 但是在泰國是 就是 強迫你去 然後你不去 會去跟老師 扣你的分 之類的 點名啊 每天都點名 然後每天下午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被 這個河 然後學長姐叫我們下去河裡面 然後跳舞還是什麼 就被弄 然後有時候我們 就這種過程中 讓我們彼此的感情 覺得很溫暖 就過程中很痛苦啦 過程中很痛苦 但是 對對有革命 對 那後來又覺得這種 才讓大家 在遇難的時候 互相幫忙啊 就在這裡 就沒有什麼 感覺 對啊 大家就忙自己的事情 像 對 我也忙打工 之類的 就沒有時間 跟大家相處 對 我也很喜歡你的分享 謝謝 謝謝 然後我有兩個部分比較好奇 但是就是有點大再問 所以就 也想多聽你分享一個是 就是 嗯 現在的泰國怎麼看 就是緬甸跟泰國結婚 或者是華僑跟泰國人結婚 然後還有就是婚姻兩方 怎麼看這個婚姻的關係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普遍的泰國人怎麼看台灣 好 謝謝 華僑跟泰國人結婚還蠻普遍的 就 已經 沒有什麼 就 不會覺得怎麼樣 對 然後 泰國跟緬甸還是 沒有 對 還是很少 對 就因為 緬甸 緬甸其實是一個 很多很多少數民族的國家 然後緬甸很多華人 如果是緬甸華人 跟泰國那就還好 但是如果是真的緬甸人 我覺得泰國人還是 心裡面還是 不會太接受 對 但是 對 沒事 我 我是不會怎麼樣 然後還有 泰國人和台灣人 泰國人很喜歡台灣 對 然後 今年不是 這兩年不是有什麼 免簽嗎 很多泰國人都來台灣啊 我這兩年 隨便在路上 講話 都會遇到泰國人 然後有一次我在西門町 跟我妹 聊天 然後再抱怨 什麼泰國人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然後 等一下我旁邊的 一個人說 欸 女兒你來了 然後我就 糟糕 對 那時候我抱 就是 抱怨的事情 是 我要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在工作方面 泰國人的 那個 就是 老闆是老闆 下屬是下屬 分得很清楚 像你要跟老闆講話 你要很有禮貌 很客氣 你不可以 很隨便 但台灣就很 也不是隨便 就是 我那時候去當翻譯 然後我會 就是我遇到那個 很高階級的泰國人 然後我要跟他們當翻譯 然後我要穿得很正式 我講話也要 就是要 很 注重說我不能講錯話 然後我去看到 台灣人來接待 然後他跟他老闆講話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稱呼 什麼 什麼 蔡大哥 什麼泰國的來了 所以就很 很隨性 然後我們的是不行 然後他又是政府機關 更不能那麼隨便 如果是 私利的 那就應該 那就還比較輕鬆好 但是我政府的那些 很難溝通 很難溝通 去過泰國人 為什麼會喜歡台灣人 泰國人 因為覺得台灣人比較親切嗎 如果跟大陸人 他們不喜歡大陸的 因為這幾年 很多大陸來泰國 然後很亂很吵 然後他們就覺得 就不能接受 然後又會在 那個正式場合裡面 入垃圾啊 還是做一些 不好的行為 就是會講 大聲講話 什麼不尊敬 寺 寺廟那些東西 泰國都很覺得很 很神聖的地方 對 然後像台灣呢 就覺得 因為泰國就覺得 台灣很像日本啊 個性 但是日本比較嚴謹啊 台灣就比較隨和一點 對 嗨 我想問一下就是 關於 雖然是地方文化 如果地方 你是來自 北方 然後 因為我覺得 在泰國的正式裡面 或者是很多 文信裡面 北方 他是自己有王朝的 對 而且他也曾經很強大 跟素格他也差不多 但是 就是對於北方的 除了一般認知的 像蘭娜的習俗啊 或是建築或服飾之外 感覺比較小見到 像是文學磊的 像是文學磊的 我比較有看到 像是 我知道有一首老歌 叫做 帥清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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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是 就是他就在講 拉拿王朝的 那個小說故事 對 然後 其實 拉拿王朝啊 以前的緬甸 景東 那些緬甸邊界 也都是拉拿的 就是泰國的 很大的一個王朝 然後 後來就 然後 泰國打來一半 綿甸打去一半 就是變成 現在的泰國的綿甸 應該有學過 對 然後 那個掃千買啊 其實也 可以 算是北方的 但是也是現代的 現代寫的 也不是古典的 對 應該是 後 因為 像 你繼續講 就是 我比較後期 就是 對於 因為現在主流方面 都還是泰文化 嗯 我比較好奇的是 對於北方文化 他們有沒有自己的一種 發展出一條風格 或是道路 在文學方面 我覺得 北方也是 也是 也是 泰國欸 也沒有什麼 對自己 獨特的 去發展 對吧 其實他 知道泰國的海比我多 其實他 知道泰國的海比我多 他 他是 跳泰國舞的 我妹 對 然後那些 你講的北方 舞蹈 然後 服裝 他應該知道比我多 他們都會有分 因為泰國有十個跟五個 東北部 南部 東北部 南部 中部 就是 不會以為那種 我們會以為說 因為不同樣的地方 所以也會有 不同樣的那種風格 但是現在主要 可能還是跟 有的泰文化混雜 融合在一起 對 會 基本其實現在 現在的人都會講泰文 但是也會有人講那邊 然後 蘭娜的語言 跟泰文語 相似 對阿 就是像 那個叫什麼 方言 很像 然後 拉拉 其實也就是泰國 對 對 以前 就是一個國家 但是現在 大家不會去分 不會去分 說 要自己做自己的文學出來 對 可是舞蹈有 你的意思是說 舞蹈有 北區南區的舞蹈 是不一樣 對 他是會瘦 他都會有自己的歌 那你都會 也都會 那你要表演一場 可以 下一場 下一場 非常厲害 謝謝 確定 好 確定 謝謝今天的演講 其實我看過這幾本中文的書 因為好像 我也看過那部電影 其實那個好像前 我不知道幾年前 就是有一次台北國際書展的時候 是泰國盾 那其實這些書 好像就是在那一陣子被翻譯 那後來也就比較少看到有再多的 像判決啊 還有這兩本 好像大概都是那個時候 那後來就真的好像比較少翻譯 那 其實我那時候看過 但其實 都忘了差不多 所以今天很 很謝謝 就是又重新找回一次 有回憶起那個 那個時候好像 我看的一些東西 但還是有一些 有一點模糊 還是要再重看一次 那 我剛才也去看 因為我那時候看完電影的時候 其實有稍微做一下筆記 那時候 那我那時候 好像自己看自己的筆記 是那時候看完電影的時候 好像 覺得沒有那麼喜歡這部電影 就是好像 他 就是拍得很漂亮 可是 就是 故事內容有一點 片段片段片段 就是他好像想要把那個 小說的每個情節 都盡量可以 呈現出來 可是放在電影裡面 就覺得好像 很多很多小小片段 可是就 湊成一個故事我就覺得 好像有一點 嗯 就 不是那麼故事性 不是那麼強 然後他一個是 他裡面拍 就是為了想要拍那種 很漂亮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 除了在鄉下的地方之外 他去到海邊 跟去到城市裡面 都感覺很空 因為他到城市裡面 也是在他自己的房子裡面 然後 在那個 海邊也是 就是海邊那種風景 就覺得很空 沒有人 就是只有他們而已 所以我看的感覺 就 就像一個虛幻的故事的 那種感覺 那 不過有一點蠻有趣 就是剛才又有人問他 就是關於女性 那個電影裡面 好像也蠻有呈現 就是好像 例如說 我印象裡面 我那時候自己寫 就好像他 雖然是個小女生 可是例如說他 好像他那個 那個 trailer裡面也有 就是好像他朋友 受傷還是什麼 然後他 身為一個女生 他也要上陣 他也要什麼 就是裡面好像 關於這種女性的 東西是 的確是蠻有 蠻有 凸顯的 對 那 嗯 對 其實我今天主要來 除了聽卡蒂的幸福之外 也是蠻想聽 後面關於 泰國文學史的部分 然後比較想知道 會把這本書放在 什麼樣的地方 對 就 比較像是 自己的心得分享 也就是 問題 對 所以你看完片 也都會寫文字 以前會寫文字 對 對 對 我是 台灣所背景 然後對泰國文學看過 所以 所以 所以今天 今天是來 腦骨知識 對不對 然後 我比較好奇 因為 剛剛有提到那個 卡蒂 他跟他外公外婆住 然後還有他叔叔 然後我好奇說 在傳統的 泰國家庭裡面那個 位 位階是怎麼樣 就是 誰 誰在家庭裡面的位 位置是比較大的 然後誰 然後誰 然後誰比較小的 然後是怎麼樣排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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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排列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我剛剛稍微查了一下那個 作者爭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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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文文學界是怎麼去看他這部作品 然後有沒有什麼相關的書評或者評價之類的 好 問了好難 剛剛一個是家庭的 對我要跟大家說以前泰國那個結婚了之後啊 是要去是要到娘家的 就是要回到自己那個女生的家裡面生活 就是老公也是要去女生的家 對就是那時候因為泰國以前是泰國是農場的社會 對然後所以就需要一個男生來幫忙家裡的事情 所以以前都會如果泰國很喜歡女生 所以生女生他們很開心 對然後就會有女婿啊女婿進來自己的家 然後幫自己的做田做農物事 對然後那時候的觀念又覺得 如果是在母親的家 男生會比較尊重女生 就比較在比較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那個媳婦跟婆婆婆的關係 對然後像現在像現在呢就沒有那個規定了 就就看有些家庭就是自己出來住 那有些家庭就到看自己要怎麼怎麼住 然後好像是後來被中國很多中國人進來之後 中國都是到南方家去住 所以泰國也會被影響 然後後來就會大部分也會到男生家去住 然後家裡面爺爺奶奶會比較大 對然後在外公外婆 對然後就看父母 但傳統泰國家裡面啊 外公都會怕外婆 就是男生都會怕女生之類的 然後這樣如果你不怕他你就沒飯吃 因為父親就是家庭主婦 就要做很多菜 對然後 然後但沒有那種一定要生男生還是女生的觀念 對像他們都愛 然後我覺得家庭的教育啊 像泰國人跟中國人的教育也有差別 像我們小時候如果跟泰國朋友 像我們父母就會要求你出去哪裡 你要回來家睡你不能在外面過夜 但泰國人就比較不會計較那麼多 就你要去朋友家睡好 你去朋友家睡 還是叫朋友來我們家 然後就大家一起玩 還是做什麼事情 就比較開 就比較去比較了解小孩吧 他們教小孩的方式 就是像朋友一樣去相處 但華人就會 就不會這樣 華人就做夜做了沒有啊 什麼的 結果成績怎麼樣 然後不能什麼八點要回家 就要回家 就很嚴格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泰國的那個 作者對吧 作者 我那時候看了 他說其實他一開始沒有設定自己 就是他只是想到 就是第一句話是說 媽媽從來沒有答應要回家 那時候 浮現在他頭腦裡面的就是這句話 然後接下來的故事他就慢慢的去寫 然後後來才有人說 欸你是不是在寫你自己啊 你是不是在把你自己反應在這個 什麼故事裡面 他說那時候他並沒有這樣想 但是寫好的話就覺得一點點多少也會有 因為他是作者啊 因為他是寫的人 然後這故事是從他 從他的心 他的想法出來的 所以多少也會有他的個性 出現在裡面 然後 這個 這個作品是 就是在泰國是屬於一個兒童文學 對 就他作者也是在一個兒童關懷裡面的社群嘛 在這些那個社群裡面 對 所以這本小說在泰國就是給一些最主要得獎 我覺得也應該因為他覺得 因為現在社會有很多這種小孩子就家庭沒有很滿 就你都沒有父母 對還是有時候你會缺少一些東西 你生命就好像是一種生命你一定會有一些 你不可能那麼完美 對 但是你看這個9歲的孩子是怎麼去面對他遇到的事情 9歲就要來面臨母親去世 其實對於大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創傷吧 然後這個小孩是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處理他的內心 對 然後後面那個 就後面第二跟第三本 他其實他是先寫了第一本 然後隔了兩三年他才寫第二本 然後第三本是後面才出來 然後第二本就講了其他女性 比較多很多女性的觀念 就很多他媽媽的聲音 裡面就會講他媽媽那時候的想法 他媽媽跟他爸爸相處的事情的故事 然後還有他的幫工姐姐後來是 故事裡面是他的那位姐姐生了小孩 然後拋棄自己的小孩 然後什麼他的老公是跑到台灣來打工 對然後另外一個是他的老師 他的老師是跟一個男生結婚 然後後來發現自己是小三 然後怎麼解就是面對這些事情 就是面對這些事情 每個女生遇到的不同的事情 然後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解決 怎麼去選擇 對然後還有隔題 然後第三本就在講 他父親回來找他的事情 對然後隔題是怎麼去解決 是面對的 謝謝 就回答到你了 你好 你好 就是今天聽完在講說我有 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是有點類似他剛剛的 就是說 就是他這本書 因為你剛剛說是歸類在兒童文學 那就是我想知道說是 因為每個國家每個民族就是他 我覺得會輸到那個地方會不太一樣 就是這本書會在你們那邊那麼有名 是 我覺得 我是想知道說是基於什麼樣的民族背景 就是這樣的故事會讓你們 就是會 會讓你們國家的人接受度這麼高 然後第二個問題主要是 呃 就是因為你在台灣就是有 是中文系就是有接觸台灣跟中國這邊文學背景 那是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說 就你自己 嗯 接觸這些文學來說 就泰 泰 泰國跟我們 呃 跟中國還有我們台灣 你覺得主要 你覺得文學上比較特色差別在哪裡 就是 目前新的就好 謝謝 這可以做 這都可以做國事論文了吧 嗯 嗯 怎麼說啊 比較 接受度比較高 其實 我以前也沒有看過的本書啦 對 我現在想看 然後其實我看了 我也還蠻喜歡的 他講的方式 他我覺得他裡面其實 保留保留著 就是你在現在這麼煩亂的社會上 呃 看這本小說 比較可以回到過去吧 回到 以前的那種寧靜的鄉下的生活 然後你在曼谷還是你在其他 你在 現在雖然是鄉下也許 要很鄉下 不然也沒有這麼的 純樸的生活 對 然後 裡面就很多泰國文化的 作者 其實作者是在城市裡長大 但是他可以 把握住這些小細節啊 像什麼 夾子 衣夾 他也描述到說 拿色鉗筆去畫 啊我們小時候也做過一件事情 我就覺得 好像 也是 讓我看了之後 就自己也有感觸 所以就更喜歡 因為很多 裡面講的很多事情 是我們做過的事情 但我們忘記了 對 然後 文學 泰國文學 跟中國文學嗎 這個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哈哈哈哈 沒關係 可以飄過來 可以不回答 哈哈 謝謝 他如果回答的出版就已經閉了 哈哈 都拿過麥克風了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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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確定了齁 等到 待會我們敲 下一場的時間 還是你到現場先秀一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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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泰國舞 跳泰國舞 因為泰國舞有分很多種 已經開始點了 沒有 沒有今天只是如果你願意的話當然就秀一小道 我們是希望有一場講座 介紹泰國的各式的舞蹈 我們這邊其實講過印度舞 講過中東舞 講過埃及舞 反正沒有講過東南亞舞 這個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失職 幸好今天有遇到 緬甸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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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緬甸舞 這麼一種系列的感覺 對對對 我們可以拉另外一個舞蹈系列出來 好 那這個是之後我們再商量 那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孝珍 好謝謝孝珍 謝謝他的朋友 謝謝 那那個 那個點圖東南亞還有系列的嗎 還有 還有你們要講一下嗎 其實非常謝謝 大家今天 就是 過來這個點圖東南亞的獎子 然後我覺得 今天的氣氛跟就是 所有的內容都非常的好 就是我很喜歡今天 那 那我們就是 十月三號的時候 還有 下一場的點圖東南亞的獎子 那 他的主展人是 雨喬 然後 我們十月還會有一系列 其實十月還蠻多場的 十月 呃 十七跟十八號也會有 在 呃 同樣的時間跟同樣的地點都是在這裡 那 就是很歡迎大家今天 呃 很歡迎大家十月的時候再過來跟我們 就是一起分享 講座 那 手上的 沒關係大家也急不得那麼多 哈哈 我跟你講你們就看那個災難時光的臉書 我們都會把活動放在上面 那 其實已經都建置了 如果不看也沒關係 就每天每天來基本上都有講座 哈哈 哈哈 明天是馬來西亞 哈哈 哈哈 那如果大家手上有回饋當的話 就是歡迎你們再交還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那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請 你們現在是怎麼樣的色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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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解釋一下 大家好 我們是呃 色凡法人 台北市的洪洋小社 那我們是 對 師社 對 因為我們是 本來是一個學校的 文藝心色凡 然後後來就是 畢業的校友人 建總 對 就建總 我是第一屆 然後就是 呃 後來就是校友人 就是我們決定就是 做一個社團法人 然後我們這社團法人 其實 就跟在學校的時候社團一樣 不是真的 就是 我們會 呃支援各式各樣的文信活動 然後包含了 例如說我們今年辦第二屆的 出版贊助活動 對 就是 我們拿十萬塊出來 然後說 欸這有十萬塊可以幫助你出版 然後作者們來吧 然後大家來投稿 每個都投一本書過啊 然後我們找評審來 我們大家一起選 然後呢 選完之後選出六本 然後我們來辦分享會 然後大家在 在所有評審一起來投票 而且評審不只有作家 還有學生喔 然後大家來投票決定 最後選出來 今年我們就是 贊助的得準 十萬塊可以 可是十萬塊已經花完了 一年之內 請把 請把這本書出出來 就早出版 真的簽約把它出出來 然後我們就班時候 然後大家自己交啊 沒想到這樣一喊 今年來四十三本書 每個評審都來這邊 哀哀好 因為他們沒想到自己要 他沒想到自己要 在一個月之前看完四十三本書 還要評出來 對 這個實在 我們就覺得好 對不起 只給那麼一點點名字的費 然後看很多人的書 我們今天已經做第二階 而且我們也會做第三階 讓搞不好也來一百本書 或者說不定 對 我們還會並且辦讀師會啊 還有各式樣的講座 那最近是因為我們 現在可以說的 就是我們 呃就是 配合文化部 就是要舉辦 這邊可以先預告 在明年的三月 對 要舉辦一個東南亞文學論壇 然後我們為了配合這個 東南亞文學論壇的節目 我們在明年三月啦 三月 對 他延到三月 被標之後從來就在三月 然後本來是要在十二月 然後現在是延到三月 那我們其實有規劃一系列的 就是前導性的活動 那這個點讀東南亞文學 其實是 本來的本意是 我們想要讓自己社團的人 先了解東南亞文學 那了解東南亞文學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找人來講 那找人來講 只有我們自己 所以當然就是要找 東南亞 知道東南亞文學的人 然後再製作東南亞文學的人 東南亞文化的重鎮 才開始畫 然後跟所有有東南亞文化 有興趣的人一起來分享 其實文學這東西 本來就是應該要走路大家做好 然後我們是希望從這邊開始 所以我們 也有跟文化部申請 另外申請了那個 閱讀配合和補助 然後申請了這一系 就是做這一系列的 點讀東南亞講座活動 那我們後續還會有比較 更進一步的文學性活動 例如說 東南亞文學的 讀本的翻譯 讀書會 對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也可以在 臉書上找 紅樓師社的粉絲專頁 紅樓師社 對 然後就可以找到我們 所以看到我們一大堆 奇怪的活動 這樣子 對 然後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一起來參與 然後我們已經 就是 就是不再是一個 校園裡頭的社團 我們現在就是 逐步的就走向 整個社會 這樣 畢竟 畢竟都畢業那麼多年對不對 好 那我們當然就是會走向社會 那今天也很開心 看到有 這麼多的好朋友們 然後一起來參與 今天晚上 小鎮講得這麼好的講座 那樣子 就是很好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可以繼續關注紅樓師社 他們的那個做法都非常特別 顛覆台灣的文壇 好 那就 這非常厲害的 非常厲害的一群人 好啦 那就散會啦 那個樓下鐵好像剛剛有關起來 因為其實雖然裡面氣氛很好 外面氣氛不太好 外面有沒有很難 就有罪子 對 剛剛樓下可以亮亮 沒有沒有爆擊 沒有沒有爆擊 是有很多罪 警察已經抓走了 警察抓走了 大概樓 聽起來沒有在喬 他好像已經去前面的地方了 真的嗎 大家要小心 有罪犯在自己 謝謝 謝謝